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 第二,學生積極參政 堅持要求與政府對話 促進政府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 反對貪污腐化 促進新聞立法 我們認為,這些近期目標 雖然只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而且是細小而滿山的一步 但確實是偉大的一步、可喜的一步 我們應該為這一步而奮鬥 為這一步而歡呼 同學們、同胞們 民族的槍盛 是我們這次學生、外國民主運動的目標 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 是我們數十萬大學生 共同奮鬥的理想 幾千年的文明、希望著 十一億偉大的人民注視著 我們有什麼可顧慮呢? 我們有什麼可可怕呢? 同學們、同胞們 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的天安門下 再次為民主、科學、人權、自由、法制為中國富強 以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 讓我們的立喊 來喚醒 年輕的共和國 1989年5月4日 各位 這個是二十年前 北京的大學生 在天安門面前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 以發表的新五四宣言 溫固自身 他們當時的做法 也是強調繼承五四的精神 但是一個月之後 這班發表新五四宣言的學生 死的死 逃命的逃命 是嗎? 被通緝的通緝 被拘捕的拘捕 這就是歷史 多一千個陳日惡 一萬個曾玉成 你都沒有辦法去歪曲這一段歷史 是嗎? 五四十日後六四 你就殺人 是嗎? 我們再看回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 那些學生 火燒官署 是嗎? 勾打這個長官 沒有一個需要坐牢 不要說死 是嗎? 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說自己多麼文明 連白羊君佛 你都比不上 是嗎? 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們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 我們可以聽電話 同時呢 又可以將九十年前 這個五四的天安門大會宣言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這篇是很短的 沒有剛才那篇那麼長 休息一會兒